嗨 各位 欢迎回到周围的频道 那今天这一集呢 我们来看一下2021的下半年 会发生什么事情 有什么讯息要告诉你的 然后我们先来进一段开头影片 新稿的这个创意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选派 好 让你们沉一下心再选 OK 来 开始 感谢观看 好 来 排组一 我们来看一下你的下半年 那我有先看你们的牌了 你们的下半年很精彩 很精彩 惊人的成长 好吗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压在下面的你们的牌 选到什么 你们是红兔毛 然后就是代表着一个勇敢 勇气啊 果敢 这可能是你们今年下半年的关键词 然后呢 这一个单字叫Adventure Live well and free 哇哦 有没有非常符合 这个排风的意境呢 他要你们去大胆的冒险 大胆的生活吧 所以你知道这个反面的意思就是人生很多时候会丢给我们一些有够击败的课题 要我们去大胆的生活 然后通常就是要我们付诸实情 而且这付诸实情的背后会折损我们很多的身心灵 比如说你要经历这件事情 然后你会很痛 然后或者是说你要做这个选择 然后你必得放弃另外一个 就这个讲到有点卡子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就是一个大胆冒险背后的这个意义 背后可能会发生事情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牌 OK 首先我们先看大张大张 好 第一张呢是knowledge let me connect above and below 他就很像在说你跟过去的自己 还有未来的你连接起来了 连接起来了 所以你在行动的时候呢 会比较如鱼得水 所以你之前有下了任何决定 或者你在2021上半年你是怎么样度过你自己的 下半年就会如何 就是一个你之前怎么摘你的种子 那下半年就可以看到成果了 很快就会有成果 但是那个有些人可能没有努力没有积极 暖起的也是有 暖起的也是有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好 第二张Psychic Protection 来看一下他的图 很像在挡什么你知道 你们很像在挡什么 所以下半年势必得要激起你们这个挡什么对吧 你们可能有什么你很害怕面对的 或者不论是内心上的 还是真的实际的人事物害怕面对的 都会出现 就是那一些可能本来 虎面笑将的 不是虎面笑将 可能本来就是一点和蔼心肠 在面对你那些同事啊 还是说人啊 突然在下半年变了痒 你就看得出他们的真实心机是什么 可能这个也是在说一个东西都被揭穿的一个意思 东西都被揭穿 不论是你身边周遭人数还是你自己都会被揭穿 你的内心啊一直以来啊是怎么样子的害怕啊 有什么害怕啊 宇宙或这个命运或者2021的下半年 要你来揭开 那你的周围的人也会向你揭开 所以当然很多事情就会非常的开明了当 很清楚清清楚楚不用你在那边猜测也不用你在那边躲了 这是你的下半年 哇下半年很开也真的是 你没有看到我讲到现在有那种很开的能量吗 好继续 再来是这一张Harmony as I create 当你呢愿意去打开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开启这个动作的时候 就愿意保持开放的心中面对的时候 那你就会活得比较和谐 活得比较自在 活得比较舒适 但是如果有些人啊 我们刚刚就有说嘛 你种瓜得瓜 种痘得痘 这边就是在说你之前种的什么 就会怎么样 你如果没有积极啊 或者没有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的话 那就会反噬啊的一个感觉 所以开到这三张 可能牌主义的人要扪心自问 你是不是2021上半年有什么在偷懒的东西呢 或者过意不去的东西 害怕的东西 可能就是今天主要来听的目的 但当然还有其他意思啦 你看我们这边稍微解大盘 我就有看到说你跟某个人之间的关系可能会解开 为什么会看到呢 因为这边我们刚刚有说嘛 你周遭的人事物他都会自然的现行 无论他是长的妖还是长的奇形怪状 他都会现出他的笨样子 所以你的对象不会再这么模糊 如果你有对象的话 爱情上的 那当然事业上的 你如果对于你说 我接下来真的方向在哪也很模糊 OK 下半年会清楚 但是呢前提要你大胆的往前 大步大步跨过去的一个感觉 好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看工作好不好 那当然这也有包含生活的 OK第一张 next level be a boss be a boss 当你们的老板 他说你要嘛就是你的经济财务状况 会上一身更好 或者就是说现在是时候要你再往上了 所以你可能呢 在下半年会面临到工作要往上选择 可能突然有这个职位 你可以走到更好的方向 但是也许 也许这个机会不是说你那时候看就觉得说 他会比现在的生活品质更好 但是他是一个机会 他是一个选择 所以下半年有可能遇到这个事业的选择 工作的选项 或者是说你的生活品质 你命可以换到更好的生活方式 看你要不要选而已 只是当下的你可能不见得会觉得说 这个是一个好选项 就有点 生在其中不知情的感觉 所以这个是第一张 然后再来 embrass the wisdom of the unknown OK 很明显的有什么在工作或者生活上 未知的事情在等着你们 这个未知的事情 我们先开 然后再抽抽看牌是怎么讲 第三张跟你们说要更认真工作 你会不会觉得好像事情越来越难 怎么工作都没有什么结果 都没有一个好方向 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 但是 但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你们的工作在今年下半年就是一个清清楚楚 透透彻彻的一个结果 所以要嘛就是翻方向 要嘛就是你现在的工作会有一个跳槽机会 或者说会有一个更清楚的工作方式跟工作态度 让你比较好继续发展下去 反正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好的一个状态 好的一个状态 OK 来 为什么说好的状态看这张 Comfort 虽然你没有很有钱 但是你会活得更自在舒服一些 就比起上半年来说 因为其实你可能在年中的时候就有遇到一些工作上的挑战了 那下半年就是已经度过啦 度过了 那只是说来到了选择时期 或者甚至是你要面临什么样的东西 才会让你活得更舒适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你的工作会面临什么样的事情 牌组一工作好很快圣杯二 你如果有跟人家合伙工作的话 有可能你找到合伙人了 那他除了这个也有在说 你可能找到更合意的工作 更合意的生活方向 OK 然后我们顺便讲爱情 因为我觉得他好像是连在一起可以说的 来 你们的爱情我看一下我抽 我好像抽了三张卡牌 对对对 这里 我们中间插一下爱情 来 Luxious I want to leverage you with attention and give you the best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圣杯二 现在刚刚除了讲工作以外 也是说你有机会遇到那个人 那个人 我也许你现在就遇到了 但是我们刚刚有说 你下半年会跟某个人比较清楚一些 所以这边势必有某个人 跟你的下半年会有很好的发展 他想要用他的贴心来让你impress 让你让你注意他 所以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我记得我有抽到一张这个 Find Dining 他可能会请你吃晚餐 或者你们在某个地方共度晚餐 因为我现在抽 我现在拍这部影片还在 还在那个什么 还在 不能进内用 所以不知道下半年你们 应该是没有在进内用的 可以用餐 所以可能你也会有邀约 得到某个人的邀约 这张应该是等一下要讲的 所以我们先放闭 所以来 我们先看到就是 这边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对象 新上人出现 来让你觉得好满 好满足 当然这个是在指说 可能你单身 或者没有对象的人会出现 好 来 我们继续看 但是有一些例外 你知道有些交往的人 可能也会遇到 所以我们不要限说 到底你单身还是没对象 会怎么样的 这边就是说 这一个牌组也有这个可能性 好 因为我们刚刚继续说 你们的工作还有什么转变跟选择 因为我后面有看到 你们工作还有新的方向 你看 Change 你们的工作会改变 There is a change for the better coming your way 就是更好的方向 只是看你要不要接受 但是你那时候就是一定不会觉得说 这个方向到底好或不好 因为身在其中不知情嘛 你知道 所以 那时候的改变可能在9月左右 有些人是在9月左右 就听一下这个时间走 最后一张 Motivator 我觉得在这一个改变来临之前 你可能就有收到一些消息 或者其他人告诉你 跟你说这个方向很好很好 或者说你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选择可以去 那甚至是你自己也觉得有 好像有某种动力在推着你要去哪个地方 你的工作 所以你的工作可能会得到一个新的 启发或新的方向的转变 OK 我们再抽一张看有什么工作的内容 没有提到 工作 哎哟 钱币四重 这跟你们的名言有关系 你怎么选会影响到你名言 好废话 但是就是真的 你知道你的钱币 看起来就很像你们有个小愿景 你们的小愿景 每个人的小愿景不一样 这个小愿景对你的未来发展很重要 所以它可能是一件大事的苗头起头 所以你可以仔细注意你的下半年的工作 财务状况是不是有新的苗新的东西 然后他也是跟你说要比较认真的在工作 比较聪明一点 不是认真聪明一点 所以可能你以前用的方式是比较努力 就觉得努力就有回报 可是现阶段这个社会就是你很努力 但是有些工作就真的钱就那样 但是你的这个下半年可能是让你的 收入再更好的一个选择 看你要不要往这方面投资 还是说往这方面走这样 好 所以我们来看继续看好 先看星象牌 爱情的我们等一下有感觉再继续讲 这边有一张 这边有一张 North Snow Destiny 北交 OK 你们的经 你等一下半年吗 势必有什么要你们学习的 有什么要你们去学的 跟工作刚刚也有差不多关联 但是爱情上应该也有哦 对 Pluto 冥王星好我们继续讲爱情 你们的爱情应该有一件事情 Drama 因为这边说一张Drama 跟Pluto 看起来就是有什么相相互因的东西 有什么很严重 很让你觉得我必须得这么做的事情会发生 Can we let go and move on past 它是一个比较剧烈的转变啊 跟这一个应该也有关 因为你们一直在守护着某个东西 但是现阶段守护不住了 然后要你们去面对 所以呢可能是在感情上有发生什么事情 来我们来看一下 排组1感情 好哎两张就够了 哦哇哦 来这是给一些人听的 你可能有对象了 你可能有对象有交往对象 但是现在杀出了另外一个人 要你做选择 杀出了另外一个人 然后你心里面却慢慢的住进这个新的人 那你不知道要不要跟你的原本对象开口 这可能是这件Drama的意思 给某些人听的 给某些人听的就不会讲太久 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Drama的意思 哦哦哦哦哦哦 来 世界牌 然后保健华 OK 我觉得下半年你们的感情啊 无论你到底有没有对象还是什么状况啦 都是要选择自由 选择一个好的方向去 因为你可能在感情上不想要再框住自己了 你可能一直觉得说自己受委屈在感情上 或者一直没有遇到对的人 但是因为你的下半年我们刚刚有说有机会出现其他人 可是这边的世界牌却是说你还是有被困住的东西 要么就是你原本的旧感情还在 要么就是你的前前任还是怎样的还在困住你 你的思想或你的旧念还在让你没有办法前进 所以下半年是你的感情上的自由棋啊自由棋啊 好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星象牌 然后再来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什么感情的 来 所以我们刚刚继续接哦 如果你有对象的话 你的这个原先的对象可能会突然变成朋友 那这个突然变成朋友不知道是你甩他还是他甩你就是了 有可能啦 那没有的没有没有这个人物的话可能就是遇到一个对象 然后从朋友变情人 蛮有机会的 不见得是在下半年变情人 但是就是会遇到这一个有机会的人选 OK 天王行 二公 那如果是工作上的话 抱歉我跳来跳去 因为这个讯息啊 就是 他是一连串的 跑出来 所以可能我感觉到什么就这样 工作上啊我们刚刚有说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方向对不对 新的一个选择可以走 好 他可能不是用很激进的方式要你去选 是慢慢的你就觉得说好像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去的 这个也让你更好的 只是说你看不到看不清楚他到底是不是好 所以在那之前可能会有其他人或者贵人或其他事情来提醒你暗示你说 你注意一下 这可能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好方向好选择 你可以走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今天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出现有什么暗示 你可以知道说这个就是好方向 这个就是好方向 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暗示 这个暗示就是如果今天有你的工作上有一个年老的人 或者有年长的人 来跟你说 来跟你说这个方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或者说 开始那时候出现一些长辈们一直在讨论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注意了 可能这个方向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可以选择的工作方向 OK 好 那工作其实就差不多 我们等一下再重看一次有没有什么missed out 我们先看这两张 Jazz What are you running away from? What is making you feel over? What are you afraid of? We're going too fast 跟这一张一样 就是你们有什么东西是你很害怕去面对 这个很害怕去面对 可能就是像我们刚刚细讲的工作上的转变 跟爱情上的选择 你很害怕去面对 那当然你可能不是说两个都有 可能你就是有涵盖到我刚刚讲的其中一个 因为你喜欢牌座椅 好哦 然后再来 你看这张跟这张有没有不谋而合的遇到 他们要你有勇气 红兔毛勇气 大胆一点 Stab into courage 因为我们刚刚抽的时候啊 不是有抽到爱情吗 爱情也看到了 你们似乎还是没有果敢啊 你们没有勇气去面对一些事情 但相反就是要你自由 你要放废自己 所以你必须得要克服你的恐惧 克服你的阴霾 让自己选择一个更让你期待的未来 在爱情上或在工作上都是哦 好 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张 guidance 你们 你们其实是一组备受指导的一组 无论是指导灵 还是你的命运 还是你的感觉 知觉 他们都有在指导你 只是现阶段 有的时候人啊真的是 会遇到一些时刻是没有办法用直觉引导的 因为你的情绪大过于直觉了 所以现阶段的下半年一定会有很多 很多指导的声音出现 像是我刚刚暗示你 这个出现的时候就是好方向 或者甚至是 当然你自己也会有一些判断力的时候 这些判断力可以相信 你得相信自己 你就是你自己的引导 好 好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这一张 哎呦 oh my oh 这跟我刚刚讲的爱情很一样 我的天 他说 Don't stop living your life because of someone else 你不要因为 某个人而停止生活了 而停止你的生活了 所以我们刚刚不是有抽到吗 你们似乎因为某个人而不自由了 这个某个人可以是旧的人 也可以是谁谁谁叉叉对象 所以排阻 排阻一的人 你也可能在下半年遇到那个新对象 让你就是魂牵梦莹 你知道 然后一直在想着他 因为他可能是一个极品天才 然后你一直想着他 然后对方又对待你很好 还请你吃饭这样 所以你要注意哦 不要因为某个人而失去了自己的世界 而且 对 没有而且 好继续 他说 It was a necessary ending so that you can pursue the life you are destined to live Leave the past behind 这个结束很重要 所以势必啊 势必啊 一定有什么转变 这个工作上我们刚刚也有看到 Change 对不对 Change 然后最后一张的这个 Yes transformation 改变 这些跟你的心相派真的是不谋而合 所以排阻一的人 你的下半年其实很精彩 就跟我前面讲的一样 非常精彩 但是我们再抽一下 看一下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工作上有转变 以及爱情上有转变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向的转变 是没有告诉你们的 我最后引导一下 最后引导一下 他真的是给我一个形象的概念 形象画的概念很难去细讲 我尽量 这个转变 这个转变啊 真的是 你真的不太想去面对的 就是你没有勇气去面对的 真的是不知道每个人的这个事件是什么 有可能是生老病死 因为这边有一个棺材 生老病死 某个人的生老病死 或者 这个生老病死也不是 不见得说一定要讲病痛的生老病死 可以是你跟某个人之间的结束关系 好 对 因为这个高墙啊 这个塔 就让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你 连你有看到这个难处 你有看到你自己的这个关卡 可是你过不去 然后这件事情会在下半年得到转变 好的 牌主一大概到这 感谢你们 那我的个占方法有改变 如果你有兴趣要找我个占的话 可以看我下面的资讯栏或链接 然后另外你喜欢我影片 记得订阅我频道追踪IG 拜拜 好来牌主二 你们的牌很有趣 蛮多单身的讯息哦 OK 那不是单身其实也有啦 但我等下再说明 你们抽到的是这一个饮食 好 然后又是数字2 所以2你知道就是想要有一个陪伴啊 不想要再继续一个人啊 就算你是有对象 可能你常常也会觉得一个人 可能你的对象远距 或者说他不怎么尿你 或者说他工作很忙之类的 好 但这个是爱情的一个小小部分 我们等下再细看 这边这一张呢是Journey旅程 Branch out to new world 你们的下半年呢 会开启一个新的世界 或让你体悟到新的对世界的观点 好 我们来细看咯 你们这一个大牌有什么 大牌第一张 Authenticity 这张就是完全的了解到你自己是谁 你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认识了自己了 所以可能你现在对于你的生命 有很多迷茫的时刻 譬如说6月的时候你疫情来 然后你就会很迷茫说你的未来啊 要怎么办啊都快毕业了 然后还有上次是怎么办 我公司好像撑不下去了 你知道就是很多怎么办 可能会出现不见得是我刚刚的照相照剧 符合你的人生状况 但是就有很多怎么办 那下半年就是离清楚的时刻 离清楚的时刻 现在就是丢一个问句 让你孩子去想 然后下半年开始来有所解答 你的人生会有所解答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一张 第二张呢 人生也会有所解答 不只包含人生嘛 还有爱情 所以你们看你们的我抽到什么 true love 爱情 come to me 你们想要一段真爱 或者一个货真价实的恋爱 不是在那边都不理你 或者说让你感觉lony的恋爱 no 你们想要有一个人来圆满你们的生活 好 然后第三张是victory 成功 所以你今年可能会有某些层面 是让你觉得很开心的 是让你觉得我可以庆祝 我终于有理清楚这一个头绪 我终于得到了这个东西 好 所以一定有什么事情是值得骄傲和开心 好的 所以我们先直接就来看爱情吧 看这个爱情做的 因为我刚刚先看你们的牌 会觉得wow ok 很多爱情的哦 工作当然也有 但我们先来讲刺激一点的东西 爱情这边先看一下牌卡 young at heart you made me feel like a kid again 我觉得这个很像我昨天看一个youtuber的影片 他就说我是一个直男 然后我看到任何人就很容易爱上他 很容易晕蝉 你知道 我看到这个影片 然后我就想到你们的这个牌卡 你们可能现在还年轻 或者说你经历的爱情没有很多次数 然后你下半年很容易晕蝉 你知道 晕来晕去的 所以可能会有人来让你觉得 Oh my god 他看我的限动 Oh my god 他读我的讯息 你知道 会有这一个人物存在 那 其实不用管你单身还没单身 这个就是可能会发生的 啊我一样照讲 第二个你看 an option 这个是在说要嘛就是你被人家选择嘛 要嘛就是你有选择权 所以 他下面有一段话 I'm dating someone else But I like you too I can decide who I want 我觉得或许是你自己跟对方的状态 也都还蛮不清楚的 你可能也有其他在聊天对象 啊对方也有 你们两个人就 各自都还在观望彼此 有没有办法继续进展下去的一个状态 所以势必你们下半年会有曖昧对象出现 只是能不能够进展到one and one呢 就是一对一呢 哎真的是不太确定啊 好因为这边两张看起来都是很年轻的那种能量 就是你初次谈恋爱啊 那个懵懵懂懂的啊 然后又会晕喘啊 好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 非常的可口先天 好我们先看星象牌 这边有一张四公 我想也是因为你们下半年想要找一个东西 找一个东西归属感 找一个依赖的东西 你们不想要单单的就是 形单引之的生活下去 因为你们今年应该问了很多次怎么办 我的未来 啊通常在这种时刻 我们一定会很需要别人的陪伴 所以你在下半年会渴望有人陪伴你 所以我想下半年啊 那种什么单身party啊 或者说那个线上交友啊 这种软体哇应该是会夯起来哦 因为大家都就是很迷茫嘛 啊迷茫就是怎样 会找人一起迷茫嘛 找人一起问啊 你是不是也迷茫 你是不是跟我一样有什么感情想法之类的 所以你有可能就是在下半年想要找一个依赖归属感 啊 爱情可能就是不会是你的选择 好 那我们再来继续看哦 再来这边有一张North Snow北焦点 这张就跟对应到我们等下要讲的 好我们等下再说 然后还有时工也是工作的 但他可以是在说你在工作上有机会遇到对象 在工作上或者你常常去的那个地方 而且他这边事工也是在说 可能你们遇到的对象是在你的住的 你住的那个区域 就是不是超出别现实或别的区域外的 好 那再来有一张凯隆星 我觉得这个也是跟等下要讲 但我们先继续看爱情 再来 Strong Date 你看 你可能会跟某个人有简短的约会 好就是不见得说跟某个人而已 有可能一个两个三个 但也可以是在讲说你在工作上 可能也会遇到一些要应酬的时刻 好要应酬 然后结果哎呀就遇到一个对象了 好非常有机会 那总之就是你会看起来跟某个人有一个 这种一对一的聊天过程 但是能不能够顺利能不能够再继续游 第二次 Second Date 就不太一定了 好这个都是在指有可能有对象的 好你放心 好结果呢可能你被人家宣布这个友人牌 好 Friendship 对方把你当作朋友 或者是说你们的关系就是开始与朋友 还没有到一个重点 还没有往下还没有感情还没有爱情的一个 一个承诺出现还没 这边都没有看到承诺你知道 这边都很轻描淡解的说朋友啊 然后小小的约会啊 哪里是我的选项啊 然后我们两个都很年轻 所以我们还可以再去找找看啊之类的 所以如果说你现阶段的感情 你有对象 你就是这样 你可能 你现在的对象在跟你的下半年 就是属于说 对方没有给你一种重视的感觉 对方没有给你一属感归属感 所以你可能会想要找其他人 如果你有对象的话 如果你没有对象的人 就是你会找一属感归属感吗 那这边就是有一些 Tomo touch 亲朋好友 或者说可能会跟你感情上很友好的人出现 所以你们的爱情啊 在下半年是有机会的 但以目前来说这张 这张牌还没有看到进展成交往模式 要看每个人的奴隶了 只是说这一副牌 真的非常有机会发展到爱情的选项 所以我们来细看咯 爱情还有没有什么讯息 miss掉没有告诉你们 OK 这边 Lasan 我想他就在说 会成为你的就会成为你的 因为你们今年的下半年可能真的是想要找人 想要找人陪你 所以你会急迫的可能 谁都好 拜托不要这样 谁都好 拜托不要这样 因为为什么我刚刚这边也有抽到一张 这一张 他说 Don't worry so much about not fighting love in the way I'll find you 不要担心这么多爱名有找到你 找上你好吗 他会自己找你 当你已经准备好了 而且时机也对了的时候 这张太阳牌跟这个就是相相符呼应 时机对了 阳光出现了 白天就来了 爱情也来了 所以你们不需要担心那一个 那个对象还没出现 不过就是你们下半年因为会担心 所以才会急急的想要去找寻这个人物出现 那甚至是你也会怀疑说 你现在的这个有对象的人的这个对象 是不是对的那个人啊 到底 但他说没有关系 你们的爱情会慢慢的有头绪的 下半年可能没那么快有头绪 但会慢慢的慢慢的 好我想这大概是维特的爱情 哇你看又看到一张圣贝奇 你们的下半年真的是爱情的选项挺多的哦 挺多的 那我们就继续看哦 这边下一张Aloneness孤单 这很像影视牌就是你一个人 然后在黑暗里寻找那一道光 对不对 那一道光 结果在找不到 还没找到 但是这个光隐隐约约的看到 所以势必有人让你看见这个爱情的希望 是有机会的 那只是说你自己要不要选择跟这个人再进一步交往 也是你的选择嘛 你不一定会想说谁都好啊 所以你们看起来也在爱情上还在犹豫阶段啊 所以这才这也有可能成为说 你们牌子二的爱情还没有这么快开花 结果原因也可能是你们自己还没想好 因为这边有一个authenticity 也就是在说你们要更知道自己更了解自己嘛 那可能就是你们还没想好 或者你们还在原地踏步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影响你在感情上没有顺利进展 那时机到了就对了 好的这个意思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工作 工作或生活面的 这边来第一张是saddling 他说pare it's time to ask yourself if you are getting paid why you are worse 这就是在讲你们工作遇到碰壁 下半年会遇到碰壁 或者你早就已经遇到碰壁了 那你一定会想说不然你说的成功是指什么 OK我们等一下再看 再来你们的碰壁是指说不见得是你工作上被辞职 还是你被怎么样 是你自己觉得你的工作不符合你的生活期望 所以你想要有所突破 因为这边视野是代表一个突破嘛 但看起来像是说你不知道往哪个方向突破 所以你也还在找寻 就像你在找寻爱一样 一直在find一直在找 所以你看这边出现时工嘛 也跟那个北交点 今年是一个找到未来工作职业方向的一个重要的下半年 它是一个指标 所以你下半年要好好生活 所以才会出现authenticity 你们要对自己诚实 这个工作对你来说有什么感受 就把它表现出来 不要明明就是不喜欢这份工作还硬要做 你知道 不要趋于 不要趋于 委屈于 那个生存 你应该你的意义远大于生存之上了 这边所以跟你说growing up 成长 成长 你不该再只是因为生存而去工作了 你应该要为了你的远大意义而去思考growing up It's time to stay out into your own power and stop engaging in childish quality 而且它下面有第二段还有说 不要去依靠其他人来帮你 你必须得要清理你自己的混乱 所以可能你们在爱情上想要找一个归属 也是因为你自己在人生遇到迷茫了嘛 你想要请其他人来帮助你带领你度过这段时光 因为我自己也是 我那一段时光很迷茫的时候 就是人生遇到第一潮期 我真的很希望我的对象 或者我的有对象的话 是能够带领我度过那一段期间的 我就想要赶快有一个人 白马王子把我带出来 可是你知道很难啊 命运就是没有办法这样 很多时候我们得自己去面对 不然就是丢压力给我们的对象 然后我们还是不得不给 不得不面对现实自我成长 这很像你们现在的下半年状况 出现的牌卡 所以你们会有可能会在感情上遇到碰壁 因为要你成长 就像我以前一样 你有时候想要依赖别人 但命运偏偏不让你依赖 可能你要等到说你可以自己依赖自己了 那好爱情就跟着顺利这样 那通常都是这个结果 所以你看这边后面一张牌 又出现 spirituality 这个就是其他牌有出现了 真的很明显的 我们大家都有被木星镜双鱼给影响 我们开始探索身心灵了 开始探索潜意识了 开始探索我们自己的心智状况 就是到底是什么让我们这么不知道未来呢 是什么原因呢 那你要该怎么往哪里去呢 你可以藉由探索身心灵去找到 你的人生目标跟意义 所以你下半年会开始质问 你自己的人生方向是否正确 你已经没有质问大概可能20年的人 会开始质问了 好吗 所以再来下一张是new money 你们下半年啊 为什么会有成功 是因为这个质问的同时也会有答案出现 新的工作新的方向新的钱财 新的赚钱方式 OK都会进来 可是他没有那么快哦 因为毕竟他是一个这样接续下来的路途嘛 所以这个new money进来的时刻 可能也是在10、11、12月下旬左右了 好 再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是 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是在年底 那个运财还是好 运财还是好 因为在那之前其实有蛮多状况的啦 我这样抽牌下来感觉的 好 我们再看下一张 partnership 你们会觉得好 是因为可能你有找到一个依赖的人了 这个partnership可以是一个对象 跟你互动跟你说去约会 然后你可以依靠他 他甚至可以提供给你一些想法 那这边也是在说你工作上 工作上有一个盼头了 这个盼头是什么呢 可能你不需要单打独斗 有人能够进来 也就是说贵人 贵人云 好 这个工作上面的贵人云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artnership怎么看 有没有什么细节是 partnership 这边出现这一张是 钱币骑士 好 有的人可能这个贵人啊 不见得是说一定要新认识的人 或职场上的人 可以是你的家人 你的朋友 你知道不一定 他们给你提供一个idea 一个建议 所以你才会有new money 你才会有新的钱 新的这个财路进来 所以可能有人打给你这个新的创意 让你有这个突发奇想 想要往这边去执行 那他是一个小忠诚的目标 对你们来说 对你们来说 所以才会说这边victory 看起来是有东西成功了 有事情开始动作了 好那我们再来就看到work hard in silence 然后你就知道方向吧 你确定目标之后 持续的很努力的转眼 持续很努力的前进工作 所以这是下半年的一个状况 然后再来writer writer作者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一个 作者他们都很清楚自己的力量 很清楚他们的文字带来power 所以你们也是 你们下半年下旬才会很清楚的知道说 你有什么力量 是能够带来给社会的 是能够贡献给其他人的 不然你看我前面一直在说 你们好像想要依赖其他人生存 因为你很多不知道怎么办的想法一直出现 所以这时候你会想要找一个依靠的东西去依靠 那结果呢 你慢慢的发现其实他人不可靠 或者是说你觉得还是自己拼 所以你又去探索你自己的心理状况 然后久了之后呢 你发现了你的力量 你发现你的能力 所以你用其他的财路去开通你的现在工作好运 那甚至是你也可能自己在爱情上 找到一个定位点去搜寻你要的对象是谁 不用在那边选一些阿里布达的人知道 这个是这边的一个意思 所以即使你们今年啊 等于是很非常非常在清理的一年吧 任何可能不干净 或者那种不平衡的能量都会被清掉 反而转回向你自己 就是你自己去探索这个世界 你自己去平衡巩固你的感情生活 变成说你自己得面对了 所以很多很多东西你不能再依靠其他人 可能是你们下半年的一个主轴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一张 这边有一张抽到的Possession 就说你是不是要重新定义你的价值呢 对不对 我们刚一直在讲说你们一直在寻找你自己 你甚至找了其他人来定义你的价值 甚至找了其他份工作来定义的价值 但最后呢你逃出来了 你找到你自己的价值了 所以他说What is the cost of your loss What are some changes that are causing you to feel undervalue 反正你的下面就是会经历一些过程 是要你重新看向自己 而且这个过程可能你会失去什么东西 但无所谓 因为这些改变呢 会让你清楚的知道 什么是什么什么样的观点 把自己价值放低了呢 你会重新的看到自己 所以来这边有一张 You have so much to offer the world Don't ever doubt your contribution 永远不要怀疑你自己的能力 也不要怀疑你有贡献这个社会的能力 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低落的人 你们下半年会重新启航自己的力量 这也是Journey的意思 这个旅程啊 通常我们人类要去一趟旅程或者说旅行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想要重新 重新点燃我们的生活 或者是说重新渲染我们的生活 可能就是在原本的生活待逆了嘛 我们才想要有一趟新的旅程 所以这也是在说可能你们的世界啊 在下面想要给你们一趟旅程 让你重新看到你自己 对吧 好所以来你看最后一张 重新的看到这个世界是好玩的 Do you feel that you need more fun and play in your life 你是不是太严肃的过你生活了 甚至是你已经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了 这不是人生的初衷 他们要你能够开开心心的去过生活 找到意义 去计划它 重新奠定你的生活价值 是这个排组二的下半年 OK 好所以 非常感谢你们 好我希望我应该都有解完了 那那那那那那那 对对对 好哦那我最近的个占方式有改变 所以如果你想找我个占 可以参考我下面的资讯栏或贴文 我们记得订阅我频道或追着我的IG 拜拜 下次见 嗨牌组3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2021下半年 好讯息来 你们选到了这个疗愈的白水晶 哎呀有彩虹光啊 这象征着一个疾躁吧对吧 而且感觉像是备受祝福的一个 一个牌子 好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个牌 Kindness 哦好对自己善良 对自己好 对自己也对他人一样 我觉得这一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 你们在今年可能度过了很多内心上面的折磨 好譬如说你不承认自己的某些错误 或者说你不断的骂自己 或者觉得自己不够好 哪里要调整之类的 可能让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休息 或者说得到应有的称赞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在做什么讯息 首先两张牌哈 第一张呢是Divine Guidance 哦指引 这跟前面的那个彩虹光很像耶 白水晶里面却有彩虹光很像是一个方向 突然有一个渺茫了 不是渺茫 突然有个看头了 突然有个希望了 好有没有 这个对应很像是在期望 然后他看到了什么东西 所以可能你们下半年有看到了什么 有什么希望 那什么希望呢 后面就接一张Romance 哎呀浪漫 所以可能呢 这个希望呢是你们的爱情 有救了 好因为白水晶看起来就是纯净无瑕嘛 那可能是还没有对象 单身 然后在下半年呢 终于有对象进来跟你互动了 那这边除了讲说有这个希望 爱情上的希望以外呢 可能也有指说生活的其他面向嘛 那我们再继续看 因为毕竟浪漫可以是指说 你对生活比较有品味了 或者说你自己哪里打理的比较好了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继续看 好 好 来 我们先看一下星象牌 Sun Jupiter Gemini 好的 我觉得它 因为箱子嘛 它就是第三宫 沟通 聊天 等一下 哎呦 刚刚突然感觉啦 指引 我们刚刚说有一个指引嘛 你们的下半年 可能会有人指引 或帮助你们 做某个选择 或者说 引导你们走出生活的哪一个层面 引导者 然后这个引导者很有可能是你的 你的那个兄弟姐妹 如果你有兄弟姐妹的话 那或者是说你会新交朋友 新交的朋友 你可以从这些朋友当中看到他们的特质 然后他们甚至 在这些特质当中你吸取了他们的特质 变成你的优点 甚至是你们也许因为有精神上的转换 就是我们刚刚有说你们的今年内心系比较多嘛 那你可能也遇到了很多成长 内心的心灵成长 所以你交了不少新朋友 也会是下半年可能会发生的 因为木星看来就像拓展嘛 拓展什么呢 可能是拓展你们人际关系 或者是你的 我们等一下再看 感觉上还除了人际关系还有一个东西 可能是 因为人际关系就有讲到 合作沟通互动爱情嘛 家人嘛 亲朋好友嘛 所以感觉上应该也还有不一样的内容 好 我们这个先摆一边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你们的爱情好了 你们的爱情呢 刚刚我有先看你们的牌了 精彩啊 来第一张 Break due something has shifted everything now seem to make perfect sense 我跟你讲 牌组三人就是有一些真的诞生 你就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 身为一个这么帅或这么美的自己 怎么还没有人邀 或者怎么还没有人进来 可能有一些部分的人是这样 那现阶段呢 木星搭配这个Break due 就好像是有一个突破嘛 你看这两个姿势很像 有人带你们走出来 或者是 或者是 不一定要讲诞生 也可以是说 你从过往的阴霾当中走了出来 然后你的亲朋好友或你的兄弟姐妹 带领你走出这个阴霾 可能你们还卡在某一些人事物的 的的的情境当中 OK 这只是假设比方 有些人真的会发生这些事情 所以我会稍微提到 如果你没有的话 那你就听听就好 好喔 然后再来呢 有一张Disappointment 好 这个跟这个真的很像 我们刚刚前面不是有开开的呢 就是说 你今年应该也还是 下半年会有一些内心的一些变化嘛 你会觉得怎么自己不够好啊 自己还是哪里怎么不够不够不够赞啊 之类的你知道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可能你真的遇到某些事情 然后没有成功或没有如你的意 所以你当然会来责怪自己嘛 所以你的下半年爱情上可能还是会碰一些壁 Disappointment 可能你们的这个对象跟你之间的感情 或甚至是你遇见了新的人 你们的交友结果或情况没有如你预期的好 但是这也无所谓 因为毕竟前面带一张突破嘛 然后加上这个双子座也不是说 你们就只有见一两个人 或者你的对象只有一两个人 一两次约会 No 还有更多 所以我们继续看后面的 Flying and Score 这边就要稍微讲一下了 如果说你有你在下半年 反正你一定是有对象的啦 一定有对象跟你互动 那你可能会尽其可能的保持冷静嘛 因为你不想要让对方觉得 你很快就陷入爱情 因为我知道你们有些人可能拍出三人 很着急的想要有爱情 那你可能会想说观察他一下 结果你跟对方都可能装酷 装酷然后就是没有很直接的进入关系 然后跟对方很主动啊积极啊 你可能在那边压个几秒才回他 或者说压了几分钟 你跟他都有一些装酷的感觉 如果你有遇到的话 可能会是这个情形 如果你那时候有对象遇到的话 好然后再来New Discovery 甚至是有伴侣的人 有对象的人 那时候有对象的人 你也会更了解你那个对象 New Discovery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又更亲近这个人了 更了解这个对象 所以假设说你现在没有对象 那就是下半年你会遇到一个对象 让你有这些情境 让你有这一些体验 他让你了解更多 然后你也对爱情有更多一份色彩 有想法更多了 然后有对象 现在就有对象的人 可能你会再更得知你的这个对象的更多背景 身家 然后他告诉你他的亲朋好友姐妹 带你去见他们 都有可能 但是这个过程呢也许会有不顺利的时刻 因为这边有disappointing 但无所谓 无所谓 所以我们继续看最后一讲 所有的事情都是注定会发生的 所以不管说刚刚我讲的哪一个情境 哪一个情境符合你 你可能都得知道 这是一个其中必经的过程 你们不用特别的觉得自己没自信 或者没有能力去应付 先跟你们告知 这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没有我刚miss掉的感情讯息 所以我们做个总结吧 我们做个总结 刚刚单身的人看到的就是这样 你在下半年是有机会遇到对象的 而且不止一两个 当然其中可能会有让你失望的交往 或者失望的对象 那你可能进入一个对象 不是说 等一下 单身的人 你如果遇到对象之后 你可能跟对方又保持那种 要动不动要近不近的距离 因为你们两个都在装酷 装酷 然后压描回之类的 所以你会慢慢的对爱情有更多观察 更多了解 那如果你现在就有对象的 你可能会更了解你的这个对象的一切 背景啊 或者他带你去看父母啊之类的 但这个过程有些会是失望的 但无所谓 因为这些是注定的 要让你了解更多 要让你体会更多 好 所以无论是怎么样 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什么 是单身有无对象有对象 其实你在爱情上的下半年都会有所突破 这个是前面这个breakthrough的意思 OK 那甚至有些人可能会在下半年 好历经跟你的对象分开 或者说离开 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突破 因为也许是时候要让你看看其他人 或者渐渐失眠这样 因为我觉得这边他指的会分开的这些 这一群人啊 是你们的对象太轻浮了 或者说你们就是 已经差不多到要各自分飞的时刻吧 可能要上大学啊或者要各去哪个地方发展啊 你知道就分飞了 好哦 所以 前臂妻跟前臂皇后 我觉得无论怎么样 你们在下半年是都会跟某一个人建立关系 然后不只是单单到今年而已 你们的剧情还会延续到明年又继续发展 好 来我继续看 你们的感情啊 在下半年会面临抉择的时刻 抉择 看你是要 选择离开这个人呢 认识新的人呢 还是说你原本就有一个对象了 那现在有新的对象看你要不要认识 只是说不一定是爱情的 可能就是单单单纯的一个朋友关系 只是你的对象会阻挠你 好 sorry 我的讯息就是这样 他跳出来我就会讲 可能不见得是针对每一个人 但是因为 这边参考的人数 选到牌组散的可能比较多 所以我会针对这边要讲的讯息 丢出来给你们 那你们自己catch 你们自己接 看你符合哪个情况就接 这样好 好所以因为爱情的种类是蛮多的啦 我没有把它细分成工作 下半年爱情下半年 所以只能这样稍微待一下 好哦 那我们来继续看了哦 看你们的接下来 所以 你们的其他方面呢 来看牌组三 叛逆 The Reveal 其实这个感受是一样的 这边叛逆前面的突破 这两张都是代表你们想要改变现在的生活 所以你是可能对现在的生活环境啊 或者剧情真的很不满 所以在下半年的确会有改变 或者有波动你知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改变是指什么 好的 工作层面的话 改变可能没来的那么快 因为这边有一张静心 你看这个 耐心 耐心会换来更好的结果 因为这边的能量是双子跟木星太阳 这几个都是还蛮很想要求快 然后又很想要赶快有个结果 对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可是你们这一组牌的人 又会因为心理上面的拉扯 而没有去选择这个方向或这个结果 所以可能工作的方面选择会来的比较慢一些 那当然可能你也还在等一个东西 等一个机会之类的 mechanic 所以他是在说你还有什么东西要继续补 继续继续研究继续钻研 所以大部分的牌组三可能也还没有要换工作 或者就单纯的继续在原本的岗位 可是你是想要做点什么 来改变你现在的工作 工作模式或工作状态的 我看一下你们想改变什么好了 你们是想改变什么牌组三 你们不想要继续这么古板的生活 呆板的生活 可是又因为爱与金钱的关系 可能还是得能 还是得 听天命继续顺从现在的路 这样 好我们看等一下会不会有什么改变 因为毕竟前面出现了一张叛逆的牌 Andra OK 他说是时候相信你的世界了 好的 Concealer 我觉得你们的改变没来的那么快 原因是因为你们还有一些心理层面需要克服 你有勇气吗 你有胆去跨越你心里面的障碍吗 这个是可能需要累积起来的爆发力 才能够执行的换工作或换方向 或者突破你现在生活模式 对不对 这个需要累积的东西 所以你看起来还在应对你的心理压力 在下半年的时候 所以工作层面还不太会有过多变动 Leadership 但他后面是在说这两张 Independent Leadership 他这两张是在说远程的发展 你们远程的发展 你们的下半年不见得说 会马上的有个工作的调动 或者是说变动 生活变动 比较可能是在9月以后甚至到明年 因为这边有在说你们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位置 可能是升官了 或者是说你工作独立了 没有像你刚刚看到的那一张这么死板呆板的 这个是比较需要时间去发展 每个人时间发展都不一样 所以看起来是你们在下半年还在忙原本的东西 那也还在应对你自己的心理层面的东西 甚至是工作的其他无畏无畏的鸟事 真正要成长的东西 是从中慢慢的慢慢的时间淬炼出来 然后带过去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你们工作上还没有异动的感觉 可能是9月后到明年才会有一个比较 比较剧烈性的提升 我们看提升什么 有些人应该是官位职位 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自己工作了 自己有独立的工作模式了 好我们看提升什么 路嘛对不对 要嘛就是选这边要嘛就是选这边 所以到那个时候 因为每个人的阶段不同 选择排组三人 你们很有可能是像我刚刚讲的时间点 9月以后到明年不知道什么时间点 是有机会为你的工作做选择 而且跳脱目前的框架 活出一个叛逆的人生 活出一个你自己的人生 比较独立一些比较对你来说比较快活一些的工作模式 OK 好喔 所以这大概是你的工作 那我们继续看 我们继续看 还没看完 我们先看这两张 Play OK 今年的下半年就是要你去好好享受跟体验 不论是你的感情 还是说你的工作 Have fun Have fun 你的内在的小孩也需要快乐 也需要快乐 所以你在下半年真的是 虽然有苦 但也有乐 你会同时体验到 那甚至是你们的梦想吧 讲梦想 或者说你希望出现的那个未来 会慢慢的为你实现 因为这边有manifest 这种比较偏向是灵性 或者说比较 很像那个什么啊 魔法层面的胆子 实现 然后甚至是这边 你们工作这边 也有出现一个比较灵性的东西 Anderlic 天使的帮助 跟Divine Guidance 他都有在说这个正确的时机点会出现 来 来怎样改变你的生活 让你的生活更不一样更好啊 他会为你慢慢的丢 慢慢的慢慢的过去 哎呦你看这边又有天使 Oh my god 你们这一组好祝福我的天 太受祝福了吧 连那个前面的白水晶也散发着这个彩虹光 我的天 你们这一组 跟你讲 好运在后头啊 来我们来看一下 要选哪一个 这个好了 来 sharing 你们这一组的人 如果你真的今年又遇到那种内心系上演 然后有很多开始觉得自己怎么是不是不好啊 或者说你被拒绝了啊 自己是不是怎样啦 OK 不用低落 这时候呢 你必须往别的方向去摆脱你这个负面或者低落的情绪 怎么摆脱呢 他就跟你建议说sharing 跟别人分享啊 跟别人分享你的鸟事 跟别人分享你遇到的东西 当你把他说出来 他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伤痛的东西了 他反而是一个你可以去用其他的精神态度面对的东西了 所以分享吧 分享是你今年的一个建议 当你遇到鸟事的时候 或不开心的事的时候 分享出去 让人家了解你的感受 你会比较舒坦一些 好 然后再来 这一张有点恐怖 但听我讲 他是在说不要管其他周遭的事情 不要管你今年工作多乱 爱情多乱 我只是比喻不是说你们乱哦 你再怎么乱 回归当下 回归当下 不要理的 不要理周遭发生的一切 你就是你 是你在经验这一切 你不要 你不要太过于被其他周遭的声音啊事情啊波动了 所以这个 这个反应就是在说 你们今年应该事情还是很多 下半年事情还是很多 要你不要太过 太过往心里去 太过注意周遭旁边在影响你的东西 你反而应该要看看 你在这当中 你的内在成长到哪里 你今天成长了什么 turn in 转向自己 观察自己 不要观察周遭那个炒得要死的东西 好的 继续 inner voice 你看你的内在的直觉就会出来 你的声音就提醒你 你接下来应该怎么走 你这个爱情应该怎么应付 你的直觉很准 而且加上 你们这边真的有太多那种 有关于天使啊 引导啊 这方面的词汇出现的 所以你们这一组真的是 如果你认为 那在三百年的某一个时刻 你真的很担忧 或者说你真的很不确定 那是的话 回来看这部影片 你会得到很多的帮助 因为 我觉得你们的低落可能是 也需要转向身心灵 有时候人啊 就是要遇到失落的东西 你才会开始观察自己的身心灵 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去体察内在你知道有没有 所以可能今年也是你们的 开始往内探索的一年啦 有些人会称觉察 有些人会称觉醒这样 OK 信不信随便 反正就是一个 这边的讯息 因为太多那种 很像指导灵的东西了 好 可能是时候要你们认识自己的时刻到了 来 再来 哦呦 你看 Awareness 觉醒 With greater awareness 觉察 You will find the answer you are looking for 你会找到你人生的答案 所以你今年就除了乱以外 你还会提升你自我 你提升你自我 你会发现说 其实这个世界 比你现在经历的 周遭人事物还有更深一层的遗憾 你现在经历的周遭人事物真的只是水 表面上的波动而已 你还没看到这个水下面有什么 譬如说这个世界的运作方式 这个世界它为何出现的原因 就是你可能会想要了解啦 好再来 Be willing to let go of everything You want still to be true 我觉得你们今年真的下半年是蛮有机会遇到一些身心灵的课题 所以你应该是蛮有兴趣想要去探查灵性层面的东西 或者是神秘学层面的东西 可能也是因为木星进双鱼的关系 所以你们也被影响到了 那他这个张牌是在建议 是在跟你说 你必须得要放掉 你曾经以为是真的的那些事实 譬如说你觉得工作就是我的一切 这个也算是一个你认为真 就是你认为的一个事实 那你可能在下半年 就会慢慢的转变这个真相 你可能会认为说 其实工作不见得是一切 其实你的人才是你的一切 你的体验才是一切 你可能就会转 转观念了啦 换观念去经营你的生活了 你会观察到更不一样的东西 好 然后再来他说 You will get what you wish for but it is truly what you want 这跟你们前面 manifest很像 他就说你在许德院会成真 但是你真的是想要他吗 你真的需要他吗 他就在问你 所以牌组三的人 我想你们真的是蛮有机会去 面临到身心灵的抉择问题 这些物质层面的要求需求 还有这种爱情上面的追求 真的是你要的吗 算他会来 没有错 因为你该体验的还是要体验到 不然你怎么去尝这个苦头 或是这个甜头 对不对 所以你们今年真的是事情多啊 爱情也有很多状况 工作呢还算说没有什么变动 但是变动在后头 好运在后头 对 所以你们今年 因为双子座它看起来也是一个忙碌的 忙碌的状态 可能你们一下子要面对这个事情 一下子要面对这个 你的注意力就很容易被分散 今年就是要你回归你自我的注意力 所以你要下半年比较花多一点时间 在注意在自己身上 会比较好度过生活的一些不如意了好不好 所以牌组三的人大概到这 我的个占方式最近有改变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我底下的资讯栏或留言 那我们就记得订阅我频道追踪IG Bye 好来牌组四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下半年 那你们选到的是玛瑙 哇稳定心神啊 重新稳固脚跟 是这个的意思 那甚至是你们抽到的这个小卡呀 他也有在讲稳定 然后重新站稳脚跟 好寻找你的步伐 因为你们的牌卡我有先看我抽到什么 然后抽了一大堆有关加呀 稳固啊 确定啊 确信啊 确立的这种 这种意思含义 所以你看这一张grounded Keep your root and stand tall Rodentary 有点像是在把你的那个根筋啊 脚跟啊再更密实 更稳固一些 所以可能是你建立起来的爱情关系 或你建立起来的工作关系 再更确实稳定一些 打基础的一个概念 很像重打基础再更好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这一张直接 我跟你讲 为什么我刚刚抽到假 就是因为这一个save home 是什么让你们觉得很稳固呢 是什么东西让你们觉得很稳固 是金钱稳固就会觉得有安全感吗 还是说你有爱人陪着你 就觉得非常安全感呢 好他说 I cast the circle roundabout Safety now is beyond doubt 现在呢这些什么让你觉得有安全感的这些物品 东西人事物情感需求都被放上台面重新解释了 所以可能你在今年啊 人生上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或者下半年会遇到什么样子的状况 让你重新检视你的安全感来源是什么 是你自己呢还是是建立在什么东西上呢 你必须要重新检视 好 所以你可能也会抢回家啦 因为这边毕竟是家嘛 或者你可能今年有要搬家啦 跟家的议题有关的啊 可能下半年也会出现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你们这一组有额外抽这一副卡牌 因为其他卡牌啊都没有那种 你们这一组有的能量 所以我有另外抽一份有关数的 很对应你们的这一个文字 你们抽到的东西 第一个呢是音乐 Harmony 和谐 协调 Ego Communion 这也有一种协调和谐感 所以你们今年有可能会被打坏正脚 就命运啊给你们一个打击 或给你们一个不一样的安排 重新要你能够协调任何安排 因为有时候人生太僵硬 或者说太安稳的稳固了 一定会有些时候 就要我们重新安排自己的人生 或者是重新检视一下 这样子的安排你满意吗 那甚至是给你上一堂课 或给你一个打击 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牌就很有这种感觉 好然后再来你看River Movement 所以你们也无可 没有办法去抵抗这个命运的安排耶 很像是你也必须得要随着这一些 发生了什么 然后就顺他的这个动作 你也只能照他的安排了 有点顺天命的感觉 所以你们今年下半年可能有一种无可奈何 但也得必须振作起来的一个感受 那这个振作呢 就会重新震出你们的脚掌 或震出你们的安稳的这个东西是什么 或重新扎稳脚跟的感觉 我为什么一直用脚掌来比喻 是因为脚啊 那一个部位啊 是我们拿来跟大地还有地板连接的部位 所以他最能够当稳固这一词的代名词 你懂 所以我这边说的一直说脚掌脚跟啊 就是因为这边有太多这种能量了 再跟你说你的安全区你的稳固区 如果没有稳好的话 你就很容易会翻船 这个命运就一动作你就整个翻了 你就整个不稳了你知道 所以你们今年是有可能会遇到一些命运的安排的时刻 而且会造成你的不稳 然后站不住脚跟 无论是人生还是工作还是爱情 那为了目的是什么 要你重新检视 重新检视 所以你今年可能也下半年会做一些跟以往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你本来没有养猫变又养猫 或你本来没有养狗变养狗 或者你本来没有什么 结果你做了这件事情 是你以往没有做过的 很像重新建立起生活上面的协调感 所以你如果嫌 你如果嫌你的人生都太僵固太一致的话 我跟你讲这一组恭喜你这个是你的牌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就是你不想要改变的人 那这一组真的会很觉得命运在作弄你 对就看你的观点怎么样 是会影响你对人生的看法的 好哦所以我们再继续看 来这边有一张flow 这个跟这个很像 都是要随波逐流的感觉 你看you can control lives even 你没有办法控制人生发生什么 你只可以控制你是怎么样想他们的 怎么样感受他们的 所以他说比起啊 一直觉得说人生你在挑战你 不如跟着这个律动吧 emotion can overflow unless you release them 你的情感是可以释放掉的 不需要被这个人生搞得起起伏伏的 你可以控制 所以要你跟随着律动 跟随着这个律动去看 到底现在是为什么要发生这些呢 你的下半年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呢 所以我们来继续说哈 哎呦你看你有没有house 我绝对没有故意抽 绝对没有 我都是照一样就是闭着 然后这样刷刷刷 它就自己跑出来 home house 对不对 building 他说你们 你看what does the house or the room of the house represent to you in it all the room is a mess 你现在觉得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 你的家啊 你的环境 你所建立起来的一切观点啊 不论是观点 还是你对这个世界的想法 还是你的爱人 还是你的家人 还是你的任何建立起来组成的东西 你觉得 你觉得它是混乱的还是糟糕的 还是没有问题的呢 但通常啊 这边既然点出来了一定是有问题 所以才会点嘛 没问题干嘛还出这个牌卡 所以要你们重新检视的一个意思 你看1 9 看起来就好像是有什么关联性 我们再继续看 现在都是开大牌啦 所以还没有看一下细节的部分 animal 两张动物牌卡了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人生要重新练练我们的直觉啊 你看这个 这个吧 然后跟动物 你不觉得动物是很有灵性的吗 他们可能会懂你的意思 懂你的在说什么 但他不见得会理你 他们很 我觉得是很特别 比起我们很容易在在意别人的这种看法想法 动物来的更直接多了 所以他们是在跟你说 Do you feel free or stay 不对 Is your situation make you feel catch or on 哇 我想这很像是在接受人生的挑战耶 你愿意接受吗 还是你想反抗呢 你是跟动物一样顺天走 就是今天能不能列到15 真的是看天安排 看运气安排 还是说你觉得你一直在反抗你的人生 那你在反抗你的人生 你就会开始要审思你的 建立起来这些东西观点世界想法 是否正确呢 所以要你们能够激发你的身为人类的本能吧 重新激发你的灵感啊直觉啊的感觉 所以你可能今年的下半年跟动物还蛮有缘的 因为其他牌卡都没有抽到动物的 但你们比较特别 一直有动物的牌卡出现 你看这个muse也是跟着律动的一个意思 所以像动物他们就 我就觉得他们是很顺天 然后顺自己的意思去行动的一个生物 但是人类却很容易明明是想这样子 但做起来却不一样心口不合一 所以你们的今年下半年就是在考验你们的时刻 心口合一吗 不合一的话那会发生什么呢 哎呀大事就来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因为这边的真的是有一些不太好情况的牌 我一样会照讲 为了是要提醒或者让你们觉察 你是否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 那你该如何去调整他 不是用来吓你们的 绝对不是用来吓你们 这绝对不是我的用意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第一章是argument 他说你得要再对你周遭的人更有警觉性一点 你看这边coach也在说警觉性 周遭的人 你现在都跟谁鬼混在一起 还有你是怎么安排你的人际关系跟家庭关系的 你是把他们搞的一团糟呢 还是说你觉得还不错 所以你还是得要注意一下你的人际关系 在下半年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对他们的 你一直以来都是怎么样跟他们相处的呢 可能会有一些你要面临的人际问题 可能是朋友啦或亲戚或家人都有可能 那因为听这一副牌的人很多 所以还是就是稍微建议一下 听一下建议这样 好 然后因为这边呀动物你们代表是动物 然后你们的对方啊代表是人物 所以我会觉得你们有时候下半年可能 或者现在就有出现你跟谁谁谁讲话 就有点鸡同鸭讲 你讲这一个然后他叙述他的导致说不协调 或者就是说没有办法达到一致的认同 所以你要下半年注意一下言谈用语跟其他人的相处 你的那个互动应对是怎么样应对的 可能要重新省思一下 因为对每个人的应对方式当然要不一样嘛 你不能说大家都一样 那就很容易要注意一下人际关系的问题 好 这是稍微点到的这个东西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星相派 因为你们有一张火星 所以有可能会发生跟其他人的人际冲突 或者是你额外认识的其他人 然后这些人是可能有点不相干的 就是会影响你的生活啊 或者说影响你的想法呀 因为有些人他们的想法可能跟你原本的想法不一样 但你被他们牵着走了 所以要你能够活出你自己的一个特色 也是一个这边的一个意思 然后我们再来继续看 失去 失去什么东西 我看一下这是失去什么好不好 失去什么 天啊我怕你们会觉得这副牌也太恐怖了吧 但我跟你讲我真的用意不是为了要吓你们 是为了要警醒 甚至是带出他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 而不是单纯吓了吓好吗 哎呀真的是跟人的有关的耶 这个失去可能是你跟某个人之间的关系 不协调了 或者有什么断裂的东西 跟某个人之间突然失联啊 或失去这个人啊 或者说 反正就是跟人之间有关的问题 跟起来就跟前面的意思一样 某个合作方案本来说应该要这样 结果没有了 但其实他是为了另外一个安排 可能这一件事情本来就不是应该发生的 但他现在失去了等于回归原本而已 等于就是重新起重新到零 所以也对你来说没有好也没有坏 这样 Unitical 我会觉得真的是 你的命运在用另外一种方式在帮着你 但是你可能当下会觉得 我这么失去了 怎么会这样 但这个人啊就有关于到老板跟上司 所以如果说你跟你的上司或老板啊 是有什么交接的问题的话 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并且 并且注意我这边说的就是 其实有些沟通上的不愉快啊 或者失去了某个职位 这个人跟你说你哪里做的不好 或你失去了什么 其实是为了远大的未来着想 就放远来看 其实他是一个很好的安排 但是你当下不会这么觉得 所以这些的发生可能都是为了要 让你重新建立起这个家园 重新看看你现在身边有的人 谁跟你频率不对 把他们踢出去 所以反而是对你来讲是一桩好事 但当下的你就会被情绪给渲染 觉得说哪有这样对不对 哪有这样 他是为了更好的一个状态去发生的 所以不用担心哦各位 来那我们再继续看 manifesting ok跟plan 你看我们刚刚说 这是为了更远大的计划着想 然后这边就出现了这张实现跟计划的牌 搭配这个木形 他都是在说一个很像我们近看 近看发生这些让你觉得难过 失望的事情 是让你觉得伤心的 但远看你会发现 这个的发生是为了某某某而出现的 未来的某一个时刻 或未来的某一个计划 或未来的某一个规划 而出现的 而这些可能是你以前所希望的 也许你以前希望不想要跟这个人继续 结果现在命运自动断掉了 你看 帮了你一个好事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人 在下半年或者说以前可能有经历什么 失去某个东西 或者你情绪上不稳的那一个事件 但你回手来看 其实他是帮你一件好事 他为你实现某个东西 但我真的不知道是实现什么 可能是你自己以往有希望的一个未来吧 他用另外一个方向去给了你 然后你看这边又一张flow 哇你们的这个卡呀 非常多flow的意思 就是说自然律动 跟着这个流走 跟着这个生活的韵律走 不需要腻的 不需要腻的这个流 也不需要去反抗 也不需要去指问 或者是觉得不顺遂 指问可以啦 不要觉得不顺遂 其实他是反方向在有不一样的帮忙你这样 好所以我们再继续看 我们先看爱情啊 工作其实真的是 刚稍微点到了人际关系啦 那还有包含说你可能会失去某个 可能maybe工作机会 或者说跟某个同事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机会 他的意思是失去人 人与人之间 这两个关键词去搭配 但我不知道是实际上放到你身上怎么解 好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 所以我只能稍微点一下关键词 那你自己照样照句这样 好喔那我们来看爱情 爱情哇drama 有事情好等等 work you are so smart I love that 这个失去啊我们刚刚有说 这跟爱情上好像也有关欸 比如说你本来跟某个人很有好感 结果突然就散了 你没有变回原本的关系 然后你会抱怨这个老天吗 说到底这个爱情到底是怎样 明明都已经快要插那一脚了 结果却突然急转弯回到原点 是怎么回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爱情 今年的下半年的爱情是真的就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还是说有不一样的结果呢 甚至我们给单身跟有对象的人听一下 是什么意思 来牌组4保健2 如果说你下半年有对象的话 那事情是这样子的 你跟这个对象一直处在一个摇摆不定的关系当中 可能就是要前不前要退不退的 那你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关系而渐渐疏远 那对可能会渐渐疏远 这个失去就是刚刚说的这个失去 但他很有可能帮你开了另外三门 可能有其他对象会进来 所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我们现在给单身的人到时候会有暧昧的人讲 对开解一定其他人的机会 好 真的是开了一扇门关了一扇门 所以你们有对象的人啊 你单身暧昧者到时候真的可能有这样子的剧情发生 那如果是你在交往中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 交往中的人当然是会遇到一些交往上的磨合啊 障碍啊 这个是为了要帮你们磨出未来的那个交往新高度啊 可能你们接下来要面临说分开两地啦 或者说有什么你们要一起面对的难处啦 先面对之后会比较顺 这个事物在为你们未来铺路啦 如果说你是有在交往的人 有在交往的人爱情下半年也一样会有一些 卡关或难关要你去面对 那为了要让你变成说 你可以在爱情的不论发生了什么都灵活运用 因为为了要让你们变成魔术师 所以你可能得要灵活一点在爱情上 所以这个是给交往的人 交往的人 那其实这个这个讯息主要是在给单身到时候会有暧昧者的人听 所以不用担心 会不会脱单其实有一些难度哦 只是说你可能会跟某个人结束关系 但结束暧昧关系 暧昧循环 但后面可能也还有其他暧昧者进来 因为你们这一组牌啊 就是一个没有极限的牌 对没有极限因为有很多往外扩的能量没有极限 但同时也要让你重新省思你自己 你的外貌啊或你自己的个性啊有哪里不好吗重新省思这样 好 那我觉得牌组是还有另外一个爱情讯息是 你们要小心一点 就是你可能会认为说 对方有喜欢你 然后你就把它夸视了 你可能会觉得他一定对我有感觉 但对方可能只是把你当成朋友结束或同时 所以你要好好看清楚 因为你们有一张木星跟火星 我怕你们会太冲动 甚至是没有去理清楚那个感受跟对方真实的性意 然后就做了点什么这样 所以谨慎一点我也好 谨慎一点 好我们继续看最后四张 来 他说 Believe in your self and your ability to carry out your dream 你们在下半年真的是 因为刚刚有蛮多那种 可能会让你到时候觉得不是这么顺遂的事情会发生 但是但是他在跟你建议 你得要相信自己的能力 你正在建构你的未来的梦想跟未来的生活 所以势必会经历一些风风雨雨 好事当然也会有 所以他说 Don't allow a scarcity mindset limit your success 不要让那一些害怕恐惧的能量限制住你的发展了 我觉得真的是你们这一组排来就是在挑战你们的 你们的下半年是被挑战被命运挑战 但你如果觉得没差 我就是顺天走顺运走 我就是什么来我就怎么做 什么东西上我就怎么吃的人 那你就很容易能够平安度过下半年 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一看The Master 这一张牌都出现了 就只能说其实要给你什么建议吗 这边也不知道 因为这一切都是每个人不一样的命运造化了 你的命运 你会自己活出一个高度 不需要有人建议你 他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 好所以你看The Outsider 这唯一的这个建议就是你不要自限自己 自己限制住自己就好了 好这是下半年你们的一个概况 因为你们前面不是有两张动物牌吗 好这个其实也是说 你不要觉得说人类跟动物是有区分的 其实我们回过头来都是一体的 我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深有那个在呼吸也需要水的动物 我们都是一体的 你不需要分什么界限 我就怕你们也把自己限制住了 所以你们下半年是蛮有机会能够打开你的那个世界观点的 活出一个新高度啊 真的这么说 好吧 那这个大概是牌组四 那我们就大概到这边 如果你未来想找我个占的话 我个占方式有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我的贴文或下面的资讯栏 那喜欢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最终的IG 拜 嗨牌组 我们来看一下你们的下半年会有什么消息 跟会发生什么 你们选到纸巾 好的 你知道纸巾嘛 他最对应我们的这个头上面的这个脉轮 我会觉得你们可能今年开启了很多新世界的概念 比如说你原本觉得你的世界应该只是单单这样而已 结果不一样 哇塞 你往里面看过去了 那往里面看有什么 身心灵的发展啊 你可能开始注重自己的饮食啊 或你开始注重你自己的想法啦 你是怎么想的啦 还有你个人的一些感官类的 所以你会 也许今年你会开始抱怨说 为什么你人生这样 那其实他有背后有更多的意涵 然后你今年发现了 你今年想要去探索了 这是给我纸巾的一个感受 所以他看起来好像更聪明了 你们更聪明了 更懂得如何去运用力量 过你的世界更好 你懂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一张牌是Risk 好的 我觉得他的另外一个意涵 就是要你们闯闯 闯闯嘛 Learn to grow Whenever you are planted 那甚至是 从你原本计划应当这样的人生当中闯出来 他感觉像要我们 因为今年真的是发生很多事情 然后是我们本来没有预料到的 对吧很多人都是这样 可能突然工作没了 或突然健康要顾了 就是你知道很多这些突然 那会让你能够成长 因为毕竟他可能不是在你预料之内的 所以他这张牌是在告诉你 你们下半年可能也有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 那是要你看看了 要你闯闯了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 好来你们的大牌 第一张是confidence Oh by earth and air water and fire 好这张根本就是建议牌 因为今年下半年你们应该也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去过 而且也蛮杂的 但等一下来看一下会发生什么 可是呢这是在说静下来 重新找回你自己 重新找回你自己之后 你在面对任何事情的时候 会非常的知道清楚明确 那事情就进展的很快 所以想必你们过完今年就是非常大有心得 你可以跟你的孩子子孙炫耀那种 好哦再来第二张 第二张跟第一张 排阻一有点像 所以你们可能也想选排阻一的红兔毛 来这边是psychic protection 他跟排阻一的红兔毛一样都是在说你们在夺 你们在害怕什么 那今年就是很不一样的一年 诸心逆行 要我们去回首看看我们自己 有什么是我们害怕恐惧不敢面对的 那这些在今年都要我们去面对 好所以这是psychic protection给我的感觉 那因为他的数字是四嘛 意味着突破 你知道今天的主题 我目前开了三张牌 都有讲到突破我的单子 想必可想而知 今年真的大多数人都在突破很多自我层面上面的成长 当然绝对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惯性的生活 或习惯性的在过以往的方式模式了 所以这边后面又一张 我觉得这张感觉像是在说 从混乱当中看到自己 所以你们等一下我应该会着重在讲成长层面 跟你下半年成长是成长什么发生什么这样 爱情跟工作都有 因为我刚刚有先看牌 你们这组人应该是蛮多讯息的 Glamour into the mirror I now see the realm of possibility 好 我觉得你们好像有很多机会要来临的 牌子舞啊 机会要来临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要闯了 要闯的这个时刻啊 机会特别多啊 好 我们来先看一下 这个工作的还有生活的爱情 我们一步一步来 来 第一个呢 他就说angelic help oh my god 你们呢 可能在今年真的也有问号你自己的工作 到底是怎样的时刻 甚至是今年到底是怎样啊 好 问号问号问号 再来他跟你说 诶 science 科学嘛 科学就是你要做出什么 诶 真的不知道 因为有很多未知数的一个意思 所以他也是在说 你们这一组人 在下半年也会 也会有很多未知的事情在等着你 无论是工作上的还是 爱情上的 我们先帮你们看工作 未知是什么 有什么未知可以告诉你们 嗯 抽一下 牌子5的 未知 science 是在指什么呢 哎呦 有点东西哦 有点东西 好的 你们的这个未知啊 是来自于你们以往的梦想 以往的 设想的未来 就像我们小时候 扯到小时候了 对没错 因为这边你看双鱼座 双鱼 双鱼 鱼嘛 然后呢跟这个顺杯6 看起来都是要我们回首过往 所以今年你想必真的很多时刻都在 重温旧情 或者这个重温旧情 可能是你一直常常在划旧照片 有没有 或者说你常常想到之前的人事故 人事物跟某个场景 无论是做梦还是说现实 突然回想到 我觉得甚至是他这边在说 你的今年下半年的未知是在说 你会重新想起你以往的那个希望 梦想 你曾经希望说你工作要达到什么目标 还有你曾经希望你工作想要做什么样子的形态 你想要用什么样的梦想去迎接你的未来 你的小时候或你以前可能有这样规划过 那现在这个下半年的这个未知 就是要你重新 重新向这个地方看 你还有这一份梦想吗 你还有这一份初心吗 你还有这一个期待对生活的期望感吗 如果没有那是什么照住你了 是什么躲 你看他这边中间两张外面加两张 这两张都是在讲忧郁啊 郁闷啊 遇到事情头痛啊 就是无解啊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原本明明是一个很透彻 我们知道自己的计划 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要干嘛 但偏偏就是有很多人事物会影响我们租 然后我们盖上我们的情绪 然后影响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忘了怎么追求 让我们忘了怎么往这边 所以你今天下半年就是重新一起啊 一起各位 不是那个一起哦 是那个回忆起 回忆起来这一份心情 回忆起来这个初心 所以势必有什么东西要来了 对不对 因为你有想起来 你有一个规划了 你有一个目标了 那就有东西了 所以我们来继续看 好所以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来 你今年可能会接受 应该说在上半年 不论上半年还是下半年哪 可能都会遇到一些挫折 而且这种挫折是心灵上面的打击 打击你哦 那为什么呢 我们前面有看到像Psychic Protection 你们很害怕遇到 应该说人啊 人都很害怕遇到自己不想要面对的事情 但偏偏今年就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一年 不能躲了 躲不过了 所以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身心灵的创伤 比如说你又想起某某人伤害你 或者你今年真的被某某人伤害了 或者你被你的工作伤害了 好被这个世界伤害了 你会问号问号 那你会探索身心灵这一块 可能你会学瑜伽 或出去运动 或者说动起来 或者说你去了解什么灵修神通类的 你知道灵性层面都有可能 像这边就有一张塔罗牌的 Spirituality 就了解这种比较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 为了是想要让你比较清楚的更认识自己 因为你已经开始在问号你的世界了 你知道 所以这个是给你们带来一份机会的前置作业 因为你要了解你自己的状态 你才更清楚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规划 无论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爱情 所以下半年的一开头啊 他反而没有说会过了多好多爽 是要先面临到你们自我上面的转变 自我上面的东西 好那我们不多说 我们直接再继续讲好 你看这样 你看看这边就出现了什么 Loss 这边真的不是要唱 所以是这边的确有这一个可能性 你们有可能会失去工作机会 或者说你又遇到了什么 真的我刚刚说的很痛苦的事情 不见得是经济上或工作上 可能也是爱情上或生活上 甚至是你的周遭的人上面 你看到别人遇到什么 都觉得说哇 现在要失去一个东西真的很简单 要过得着也很简单 你会更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 你现在所处的这些机会 但他的这个意思其实不是在讲这样 是你们今年的确像刚刚说的 会遇到一些障碍物 而这个障碍物绝对不会是舒服的 一定是有什么样你们去学 要去成长 所以他才会痛 他才会失去嘛 但是他失去的东西换来另外一份机会 Luck 幸运 所以你们幸运在后头 你们好运也是在后头 刚刚那个谁 排组三的好运也是在后头 你们看起来也是 但是有些人真的是时间不一样 可能你已经经历过这个失去 这个失去啊 不一定说一定要实质的失去东西 可能你遇到什么事情让你丧心 这就已经是一个痛了 已经是一个失去了 或者你遇到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麻烦 要去面对 这个就是在讲这一章 那之后就是好运的来年 所以你可以观察一下 你现在就是遇到了什么 因为排组五嘛 就是一定有什么东西 好再来 Be a support 他说要你好好的专注在现在的生活 这张我们等一下在解哦 他感觉是要你们冲起来了 冲起来有没有 起跑点在这 冲了冲什么呢 Leadership 你们可以是人生的主宰者 甚至是你工作上面的主管 主管阶级或甚至是领导人物 或甚至是你本来工作属于独立性质的 你在自己创业 那这一切都是为了要引导这个局面 所以才会有这些的前置作业 所以你们的工作上啊 可能这个好运啊 是在非常非常近就会来了 再来这张moneymgr 他也在说你的财务状况会有很高的提升 哇所以因为我这样前面也有看 前面也有看完所有的牌了 就可以看到大家的财务状况会在某一个时间 很惊人的起飞耶 可能是在11 12到明年5月以前 可能也是因为重振经济的关系 疫情后重振经济 你的钱可能会变多啊 多到可以用这样数的有没有 赞啊 所以最后一张 independent 投资 理财 自我成长 自我独立 这可能都是你们下半年会遇到的问题 我们来抽一下 细节好了 有没有什么细节 刚miss掉 在工作上 我们爱情等等哦 眼睛 我觉得真的是要注意的是你身边周遭的人 是在注意你的 所以你的言行举止一定要做得行得正做得好 不然你很容易可能会被人家讲什么 或者说七嘴八舍 因为我觉得你们这一组的人真的是已经有点经不起打击了 因为今年真的是有很多事情 所以 你们要睁大眼睛看 有人可能常常都在观众你或看你 或你本来就是一个做很多 可能做一个 你的工作本来就是很多人在看的 所以你更要对自己负责 好 我们换个牌 先看星象 先看星象 好 这等下 好 sextile 六分项 水星 水瓶 coincoin 哇 你们今年真的是 如果你有什么 想要投资的项目 或者说你的工作上遇到什么瓶颈 这边真的是给你的建议 就是不要照着旧习惯来 也不要照着社会主流来 你去走一些你自己看到独特的路 选一些你自己觉得很特别 而且这一个非常的其他人都没有走过 或者这个就是你的风格 就是你要选的 独特 独一无二 unique 你看到的 你创新的 这些都可能是你们的工作上的建议 如果无论是你要投资 还是说你工作上遇到什么瓶颈 这给我的感觉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你们的下半年其实 表现自己的机会 不会说很少 可能也很多 因为毕竟有很多把局务在看着你们 也能够展现自己的机会很多 但看你要不要能够展现了 有可能要你们突破的意思就是说 刷刷看 走出去看看 你必须要站出来 你以前可能都闷不作声 就想说私底下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然后自己安排 这个今天礼拜三做 这个礼拜五做 那现在呢 生活来一个打击 要你能够自在应用 自在应用 然后活 灵活的这种感觉 所以你势必得要从 用换一个方向在工作上了 是这边的一个意思 好 所以 我们来看一下 工作 我再凑一下 我再凑一下 爱情 再等一下 工作 工作 世界牌耶 真的是要闯闯了耶 牌组 五的人 闯闯了 好 你们其实正在走向一个自由的道路 如果说你有什么工作上的规划 或者说未来人生方向的规划 真的是走向一个自由的道路 看你今年能不能够看开 今年是一个重点 下半年是你们的重点 因为我们刚刚就有说 今年你的学习的这个 学习的这个面向真的会很广很多 会有很多人事务进来帮助你们 帮助你能够成长 甚至是自己独立出来 所以你今年也有可能是要自己住了 或者说你有什么心得对于人生的规划在出现 你看讲到会有人帮助你们 就要注意这边有圣杯山 可能会有其他人啊 同事啊 或者说跟你合伙的人啊 合作的人啊 客户啊 都可以是你们的助力 其中之一 所以好好注意 好好注意 但你们不要被自己的心情压垮了 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牌的格局可以大也可以小 你的格局大就是有其他人帮助你看得到 但格局小就是你把其他人都看成敌人 都看成都是战场 全部都是你的敌人 但no no 你反而应该要注意 你反而应该要感激这些人 好哦 来 所以我们来继续看你们的爱情吧 终于 intimacy 我们刚刚前面工作跟前面的身心灵有讲到 你们今年可能是开始注意起自己的一年嘛 好 所以你当然会有很多新进来的人跟你互动 你的下半年也有一些新的可能暧昧对象啊 或新的这个相处对象 那或者他他就是指一个新的一个意思 可能你跟你的对象进入下一个爱情阶段了 好更亲近了或者你们同居怎么样呢 或者你们有什么一起规划的未来 在计划中 好不断的在跌高跌高跌高你们之间的未来 好 但这边还有一个好像要跟 跟暧昧的人讲的话耶 因为你们有应该说跟单身的人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 爱情讯息拍自五的 因为你们的这边主要的终 中指就是床床 所以你们的格局会大 但是我就是怕说你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不够好或不中用 然后就失去了这个能够交往的机会 或者失去了能跟某个对象之间再继续往下的机会 因为你们看哦 这边resistant head在说你们没有opening 你们没有打开你们的机会 或没有打开往前看 因为你们可能太忙着在你的原先的工作 或你本来的生活上 然后没有看到说 其实你可以在跟这个对象多互动多聊聊 有可能你们之间会被你这样多一个举动 而开启了一个机会 你知道 所以我觉得给没有对象的人听就是 你跟某个对象之间真的如果说 你是对爱情还有希望的话 不要有太多负面或者对自己批评的想法 反而去试试看会比较好 我看一下这张对权杖三 有一些能够期待的爱情上面的那个新人选 是牌组可能会可能会遇到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有对象的人呢 我觉得有对象的人啊 学会怎么尊重吧尊重对方 因为你们彼此都站在人生的那个心路 你知道 你们各自都有很多新的人生选择了 比如说你可能突然知道 对方未来要往哪里去 他未来有什么规划 你未来有什么梦想 你们各自都开始在下半年不断的在忙很多自己的事情 而忘记关照彼此 爱彼此尊重彼此 甚至是知道聆听对方的那个未来需求 你能不能跟他一起配合 你能不能跟他一起成长 是你们之间的课题了 所以我觉得有对象的人是这样啦 也迈入一个爱情下一个阶段的成长了 好 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爱情的讯息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 但你们要小心喔 有对象的小心你的 自由 你的那种那个叫啥啊 闺蜜 闺蜜对女生来讲会闺蜜 对男生来说是啥 婊子吗 如果你有对象的话 拜托注意一下你自己跟那个异性的交流往来 你的对象可能会吃醋 虽然说你有很好的朋友 但是你也要注意你的对象 他的心情怎么样 好不要过多的让人家觉得你跟谁 有一腿或怎么样的 你们的中心是需要表现出来的 这样你们理解我的意思吗 就是这张牌的卡让我觉得 你们可以跟其他人很好 也可以跟其他异性朋友好 但是你们的对象可能会吃醋 那这是要注意的 因为这边的水星跟水平座 会让我觉得这已经讲到自由 自由 你们有对象的人会去管对方的自由 这个可能是下半年的议题 所以你们要看说 这个自由的尊重平等权利到哪里 好我想这是你们的爱情 然后我们继续看哦 还没看完你们的接下来的东西 下半年还没看完 这边有一张牌 他说don't spend too much time 不要花太多时间在失望伤心 move through the emotion and release it 不要花太多在情绪 在处理你的情绪层面 反而应该释放他们然后赶快过 这不知道是在讲什么 我们看一下这边是在出什么牌 magic shift your focus to a positive view 好哦 这边都是他的意思就是在说 重新看回正向的东西 所以势必说你们今年一定 下半年还会遇到一些 让你们觉得很负面的东西 一定会 但他就跟你说不要 不要去注意那些有的没有的 那应该如何呢 你应该要反方向看到 这一个有的没有的背后的意义 他是要你重新怎么样怎么样 他是要你看见什么样的机会 他是要你能够往哪里去看 你知道就是他的台面上发生的事情 可能是非常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但台面下会发现 他其实在帮你运作一个新机会 命运通常都是这样来一个完美的一集 结出的一首 所以这边有一张Birth Baby What do you need to nurture and develop 我觉得这一组牌的人 你们真的是下半年好好去 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 跟心灵状况 好不好 因为这一个是你们的身体 身体是你们的body tempo 是你的主要的供应来源 不要让他吃不好的食物 也不要让他都不动 因为Beer Sport 就是要你们去动起来嘛 这边这一张嘛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真的注意你的身心灵 会比较好去应付你的生活种种东西 压力啊 情绪啊 OK 所以 我觉得 这可能是一个建议啦 来 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张 Burden 好 为什么会跟你们说要动起来注意身心灵 就是因为你们今年有很多很多负担 背在你们身上 无论是情绪上的 还是说你真的工作上遇到了什么样的挫折 或者你背负着可能你对自我的批评 价值观的不解等等的都会造成你负担 就是看不到前方的方向 当今天下半年真的出现了这些状况的时候 你要知道 它其实背后有意义的 它为了让你看到更广的方向 生活不得不如此 所以我虽然说这样讲下来啊 你可能会觉得说哇 那这样牌组 牌组怎样 牌组几啊 不是会发生一些 让你觉得不愉快的事情吗 但人生就是这样啊 2021年就是这样啊 发生到现在你不觉得吗 我自己也觉得怎么会有一些 真的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但我看一下牌组还有没有什么东西好不好 因为你们的 你们的这个牌卡里面啊 就是好坏交叉 好坏交叉的出来啊 意思是说你们的状态可能就是死好死坏 那你撑过去就是要你闯 要你闯 这个是为你的明年在开启新局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六个月份 所以前面的第一张才是Risk 成长 不管你现在是谁 不管你现在拥有什么情绪 不管你现在有多大牌还是怎么样的 你都要你都得被命运逼着成长 真的是很醍醐灌顶 醍醐灌顶 不过这也是纸巾的意义啦 这个纸巾本来就不是很好搞的一个水晶 看起来就是有什么东西 但又说不太上来 有可能是身心灵的 你看这个牌卡也蛮多紫色的 对不对 好 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给牌组 5的消息了 讯息 然后最近各站有改变方式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底下的资讯栏 或贴文 我们 如果你喜欢影片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最终的IG 拜拜